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台湾疫情目前基因定序主流为Alpha 境外则是Delta 而在境外移入的个案中 甚至出现打完两剂疫苗发生突破性感染的案例 要严防Delta变异株入境 自7月初开始 桃园国际机场强化入境检疫措施政策 尽管是非重点高风险国家 入境旅客也实施PCR筛检 严格执行14加7的规定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 警戒降到二级 边境管制是否也有松绑的空间 工卫专家建议 台湾没有冒险的本钱 当周边国家疫情仍然严峻的状况 防堵第一线才是万全之策 记者余涵诚信志的专题报道 负责航运承揽的上千名工作人员 在国门第一线 天天得处理几百万件 从欧美进口的电子高科技产品 也协助运送来自各国的新冠疫苗 而像这样的高风险接触者 担心已不小心有感染风险 我们护国神山这个很重要 绝对任何一个人不能有问题 得到这些没有做到防疫的工作的话 那不可收拾 而且会停掉整个进出口的业务 尤其出口现在的业务 非常非常的大 量很大 全球我们排在第三第四位 碰到的货物危险性也很高 天气再热 口罩人士不能脱下来 因为六月底 Delta病毒在台湾陷宗 自七月二日开始 台湾强化边境管制 一律检疫十四天 再加自主管理七天 高风险国家 包括巴西 印度 英国 秘鲁 以色列 以及孟加拉 七月十八日 再加上缅甸共八国 入境后 入住集中检疫所 其余旅客则入住防疫旅馆 或自废住集中检疫所 不分哪国入境 通通都要验PCR 还要在隔离期间快筛 隔离期满前 再做一次裁剪 两个月来绷进神经 毕竟在国门第一线 要面对的大部分是 传染力强大的Delta 甚至来自巴西的伽玛病毒 也在七月初扣关 你说像Delta那么强 多有人得到 还有伽玛 这个无形的人也看不到 英国尤其最多 英国也打了很多 两剂的AZ 还是很多人确诊 伽玛的传染力 它还是介于 这个所谓的这个 阿法变种病毒 跟Delta之间 那没有像Delta这么高 大概就是 它的这个 这个引起这样的一个 再生数就是 感染给下一个 只在成功产生个案的 大概是 距离五到六之间 它有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 令我们非常有点担忧 它就是说 所谓的病毒性 增加病毒性 或者是白话 我们应该是 它发现到 在科学院实验室里面 发现到它很容易 可能有那个倾向 会逃脱 我们的疫苗的检测 要有效防疫 施打疫苗 是最佳途径 而随着各国 疫苗覆盖率数字上升 有了相对的保护力后 入境检疫 是否还要隔离14天 指挥中心松口表示 会考虑 入境措施是否能随着 施打疫苗 稍稍放宽 14天的检疫规定 专家抱持不同意见 就还是要非常地严格落实 这个14天的检疫 然后跟多次的裁剪 我想这个是最好的做法 那以及边境人员 即时把第二剂的疫苗 都打上去 我们有一个英文 有个名字叫做 Breakthrough infection 突破性的感染 突破性的感染 就是你达满了两个礼拜了 你的抗力也到了90几% 好漂亮的漂亮的漂亮 但是毕竟95分 100个人95个人 不会得到感染 但是还是有五个人 两剂疫苗 我倒是觉得可以考虑 除了两剂疫苗之外 我觉得可能 暂时不会考虑这个政策 因为两剂疫苗 我想就是说 即使它感染的 症状不会太严重 所以它病毒要 从通常相信之下 是比较低的 所以传染力没有那么高 因为新冠病毒 仍在全球发烧 专家直言守住边境 和疫苗覆盖率 是当务之急 台湾目前完全 没有松绑的空间 我的原则认真 外面的国家 离开我们四个小时的国家 如果他们的疫情 受到Delta的侵犯 而目前还是 事况当中 疫苗没有打满之后 其实我要严管边界 因为四个小时而已 代表很快就来了 我们下一波要打的 就是Delta战争 进一步了解 其他国家的边境政策 日本需提交 72小时内 PCR阴性证明 禁止14天内 曾到访或居住 高风险国家 包括台湾 入境日本 欧盟在6月18日的更新解封名单 包含美、日、台湾、新加坡等14个国家 解除原先的边境管制 英国则是列出风险登号清单 红的国家 如自印度、印尼返英 需要到指定旅馆隔离10天 非英国居民不得入境 要入境美国则需减负3日内的阴性检测结果 以完成指定厂牌疫苗接种者 入境不需隔离 现在在国外相信而言 是没有以前那么严格 有些机场大其实也开始慢慢不做建 因为他知道 尤其在我们国家 他们觉得他们疫苗打到很高的时候 他们的检测开始会放松 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太多的限制 自由度和防疫往往在天平的两端 毕竟面对病毒没有侥幸 滴水不漏才是上上之策 医生